台湾缺水拉紧报了 这情况到底该怎么解决 来听听行政院长江一话 他在执询的时候 居然说他希望台风快一点来 好 现在才三月 能等到那个时候吗 隔一天今天在被问的时候 他改口了 他说他是希望梅雨赶快来 很怕会被批评失言 不过民众听了还是摇头 认为江院长是不是太没有同理心 因为想一想南部的受灾均匀 一旦真的台风来 除了下雨恐怕也带来灾情 行政院长江一话参访世博台湾馆 点灯选了国泰民安 全因为台湾缺水迫在眉睫 我们当然都很希望说 在接下来的这个梅雨季节 我们能够获得多一点的力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度过 这一个暗向的期间 江一话回答的小心翼翼 就因为前天说法引发争议 希望台风早一点来 能够带来一些雨水 三月不是台风季 偏偏院长希望台风来救济 况且台风可以带来雨 也可能伴随灾害 独社网友超绝告诉院长 只要空投马总统到太平洋 建起的水花就够了 但也有人批评江一话 不愧是小马英九 思维说话方式已经笨蛋化 干脆台风来 顺便把他刮走好了 每年新南台强大豪雨 南部居民首当其冲 在明家园会 驻祖合屋大有人在 江一话台风说 让民众听了 只摇头 非常不舒服 应该是反弹很大的吧 我在北部我听了也不舒服 政府的官员讲这种话 好像已经过分了 吃话说太极 还是真有此意 只怕江院长说者无心 但听者有意 最近新闻虚伪黄彩玲 综合报导